今天买了全家的台湾蓝雀茶和苹果蜜金萱 我们就两款都来喝看看吧 我先喝台湾蓝雀茶 平身有介绍说它是环境友善耕种的文山包种茶 这款是无糖茶喝起来浓度中等 蛮顺口的不太苦涩 之前在几支影片里面有提到 感觉几位有在泡茶的长辈 家里泡的都是类似这种味道的茶 不知道为什么市面上常见的红茶绿茶 好像长辈比较不爱 在想可能红茶绿茶比较偏外来茶种吧 有了解老人茶的朋友也可以补充一下 接着喝苹果蜜金萱 这款果汁含有绿酸的8%有加蜂蜜 而且大多都是酸甜感的苹果汁风味 我觉得茶跟蜂蜜是一个调和的角色 存在感相对不高 今天的两款新品都蛮不错的 是无糖茶和有糖果茶的新选择 我把100多种全家推出的饮品和面包甜点 这里是很播放清单 放在下方也可以去看看咯 大家拜拜啦